就相关话题 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是本台偷业评论员杨新宇先生 你好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 王明志先生 你好 欢迎二位 时隔四个月 美人韩三国再次举行了代号为 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事演习 按照韩国的说法 这次演习表明了遏制和应对朝鲜威胁的意志 那杨老师 从这次演习的时间 地域包括他演练的课目来看 您觉得美人韩三国 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习 来遏制朝鲜的什么危险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但是所谓这个遏制 已经超出传统遏制的范围 它应该属于一种攻击性遏制 为什么 因为这次演练 有三个非常鲜明的 而且是以往所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就是这次演练 若说从纯遏制的角度 就是防御性遏制 那么它重点演练 是这个协同作战 拦截朝鲜的弹道导弹 我们都说前不久 朝鲜开发了最新型的弹道导弹 比如说上一次最新型的 它飞了 咱们从外行讲 飞了75分钟 飞得越长打得越远 那么这一次飞了86分钟 又多了十几分钟 显然打得更远 那么按照理论计算 这个导弹能打到15000公里 也就是打到美国的 每一个角落都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就美日韩三国部队 它在海上进行一个拦截 我们都说如果在海上 等于是抵近朝鲜这种拦截 那么它如果这个拦截 就可以说朝鲜发展导弹的时候 它可以在初几阶段就拦截 特别是朝鲜导弹 现在打的是模拟导弹 打得很高 但如果真正要往远打 它是一个抛物现状 所以这个在抵近朝鲜的海域 进行海上拦截效率最高 这一次三支武装力量 都派出了这样的一种 具有拦截功能的这种舰支 而且也进行了这样的演练 实际上就明显的像朝鲜发射信号 就是说当你的弹道导弹起飞的时候 我会在你最脆弱的阶段 开始实施这个拦截 那么练的就是这个目的 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是你刚才讲的 派了美国的一个航空母舰 航母它跟以往不一样 你看我们都知道 美国航母只要一出动 里里拉拉的一堆舰出来 我们管的叫航母战斗群 这个战斗群 其实说起来是战斗吧 不如说叫保卫群 因为航母它是一个大平台 那么说的不好听 就是个大靶子 那么围在它周围的战斗舰制 其实首要任务不是攻击 是防止那个敌人从空中 海上水下三个方向被攻击 所以它这个航母战斗群 其他的舰制是起着保护 这个母舰的这个作用 这次美国人冒了一点血 我派了个母舰 他没把周围那些舰制都带过来 那总得有保费的吧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韩国的日本的 这个驱逐舰 什么各种舰制 包括飞机哗啦哗啦都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会我要给你个机会 要你们这两个国家练练 我的母舰出来了 我的这个战斗群的相属 附属舰制不出来了 你来做这个附属舰制 那么就形成三支武装力量 能够在联合作战上 它能成为一个集群 这个对韩国跟日本 都是一个新科目 而这次演练这个 它的意有所指非常强 因为我们都说 航母你怎么说 也不能是一个防御性武器 它只要一出动 那么这个演习一定是进攻性的 那么因此它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说以三国武装力量 和这个联合作战 组织成一种这个联合防御体系 那么来以航母为攻击平台 那么进行假想敌 那么当然就是朝鲜的攻击 就是说第一呢 我要打你的这个 拦截你的导弹 第二呢 我在演练以航母为这个攻击 主平台的这么一个联合作战的 这个对朝的一种体系 第三呢 就是一个软训练 就是说这三支部队 前六月份刚练完 现在再练 就是进一步的整合 或者磨合 咱们这个外行讲 就要磨合 这个三支装备不同 作战这个条例 指挥体系不一样的三支力量 怎么都整合到一起 通过这样密集的演练呢 特别是在航母战略群 这样一个高度集成的 作战群体当中 那么用练这种呢 实际上就进一步的 把三支武装力量 练成三合一的这种力量 因此这个典型应该讲呢 说是叫恶制 其实是一种攻防演练 它既有防御朝鲜的导弹 也有演练攻击朝鲜 以各种手段攻击朝鲜的 这种作战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美日韩三国呢 也都是分别派出了 像航母驱逐舰 海上巡逻机 包括隐形战机等 这样一些装备 那么从各方出动的 这些武器装备来看 这一次演习 相较于上一次 也是首次自由之刃 有哪些内容上的突破呢 这一次的演习 是多余的这个演习 因为这一次演习啊 实际上是在9月10号 开第15次 三边的这种防务会谈的时候 确定下来的这个演习 原来本来这个演习 就应该每年搞一次的 临时增加了 肯定跟当前的背景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这次的演习 从科目上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威慑的朝鲜 来演练所谓延伸威慑 就是用韩国的这个 隐身飞机啊 远程打击武器啊 对朝鲜可能的一些 这个核力量 或者说它的相应的 一些远程的火箭炮 这样一个目标 进行快速的打击 然后用美国的核威慑呢 来威慑朝鲜 可能发射弹道导弹 这是演练这样一个 韩国杀伤链 和美国的延伸威慑 这是它演练的 第一个这个科目 在这过程这个中间 主要是日本和韩国的 这种隐身作战飞机 再加上美国的空中力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个就是 它演练的一些 战术层面的东西 这个战术层面的东西 很重要的一点 正像刚才杨先生所讲的 它实际上是要让 日本和韩国的 海基防空反导系统 来承担将来 半岛地区的 防空反导任务 美国主要执行 空中进攻任务 所以把这一部分任务 是交给 日本和韩国来承担 所以在这一中间 有宙斯顿 韩国和日本的 揍出顿系统 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 美国进行演练的时候 来了一个 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 它为啥来这一艘舰了 因为这艘舰 已经六年 没有执行任务了 它第一次到 亚太地区 来执行相应的任务 它一定要通过 一个演习 来检验一下 它到底行不行 它四月份出动 那么绕过南美洲 现在南美洲 跟其他这些 小国家的海军 简单地做了一下演练 那个演练都是象征性的 然后跨越太平洋 到了菲律宾海活动以后 到半岛地区 这次来参加这个演练 这是真正的 要在一个大规模的背景下 来搞一次演练 这是第一次 它从训练状态 转入部署状态 要适应一下这个环境 所以它自己的科目 主要在三个方面 其实除了 自由之刃的首次 和这一次的演练之外 我们看到近期 美日韩三国 在半岛 也就是密集地 举行了多场演练 朝鲜方面 也是严厉地 进行了谴责 而且多次表示 将毫不动摇地 继续坚持自卫性 和恶之力 来强化路线 那我想请教 杨老师的时候 因为特朗普呢 再次当选了 美国的总统 我们看到呢 敏感地区的很多国家 都在积极地调整 他们的相关的 一些战略战术 包括和美国 可能的这样一个 外交的政策 您觉得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朝鲜会做出 什么样的调整 我想呢 朝鲜一边是干 一边是看 所谓干是什么呢 就是针尖对卖忙 你在对我进行 所谓这个攻防兼备的 这个所谓的遏制 其实这种攻击性遏制呢 那我也不闲着 我也要干 那么一方面 现在呢 加紧地这个 开发自己的 这种导弹能力 和这个核武器能力 特别是增强 这个核打击能力的 这种生存能力 那么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也就是在观望 那么从干的这个角度 就是加强 核武器的角度呢 现在不仅有这个进一步的加强 自己的这种开发的步伐 同时呢 也在开始对韩国进行反制 比方说现在朝鲜 对这个韩国展开的 就是干扰 这个整个半岛区域的GPS 这个呢 就是GPS呢 不仅这个 就也会对美日韩的军演 造成影响 其实也是 也是一种防御 就是上一次 你弄了三个无人机 跑到这个 平常上空来 那么它是靠着GPS 就是军用GPS 弄过来的 那么现在朝鲜在演练什么呢 就是这个干扰GPS 那个就是韩国的信号 那么现在给韩国在这个 比如说黄海区域的这个 整个GPS系统 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 时有时无 那你要有的时候 你可以有 有的有的掉链 没有的也不行 所以说现在呢 一场没有硝烟的这种 博弈已经展开 就是朝鲜现在在干的方面呢 是在加强这个手段 加快步伐 那么在看的角度呢 到目前为止 朝鲜呢 在干归干 但只是在针对性的防御性的 它不做挑衅性的东西 实际上在观望美国的这种 新的政策 因为我们都知道 特朗普的上一任呢 他干了一件突破性的事 就是绕开所有的工作层级 直接是一号对一号 那么这次会不会再出现一个 突破性的意想不到呢 其实谁都不敢保证 因此朝鲜也在一方面干 一方面在观望 都还要再观望一下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 近期啊美军呢在亚太地区呢 陆续的重启了一些 二战时期的一些废弃的机场 有分析认为呢 这是美军在加速验证 分布式杀伤和敏捷战斗部署 这样一些概念 那王老师 你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两个概念 另外呢 在当前各方面都存在着 极大不确定的 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美军做这样的一个部署 对地区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所谓分布式作战的概念 是相对于集中式而言的 那么集中式就有节点 那么节点被打击以后 这个体系就完蛋了 因此他想把这种集中式的分散 就是所谓分布式 敏捷战斗使用 是指的空军在进行部署的 他要在很多的基地中间 不断地调整他的这个部署 在地面最多待15分钟的这个时间 让对手抓不到 他地面的时间进行打击 这是两个概念 那么他现在的变化 主要在基地上的这个变化呢 在于原来把一二三岛链的 这种链式基地 变成了现在所谓的这种 云态的基地 原来链式基地是有节点的 现在变成云态基地 是没有节点的 这种云态基地有两个 一个是围绕着菲律宾海 大约在南北2900 东西2300到2400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来做一些这个分布很多基地 瞄准着中国台湾 第二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 巴布亚 新几雷亚 澳大利亚 马绍尔群岛到威克岛 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群岛 岛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基地 这种基地是分布很广 那么不能够很快地对它进行打击 确保它的安全 这样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把本来跟这种印太地区 高端战争没有关系的一些国家 可能会拉入到战火中间来 所以加剧了这些小国中间 面临战争的这种风险 的确我们看到 就在半岛局势紧张之际 俄朝两国是先后签署了 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而韩国方面宣布 将会考虑向乌克兰派遣观察团 不排除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11号签署政令 批准朝鲜与俄罗斯 6月签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该条约规定 若一方受到武力攻击时 另一方将提供军事援助 在此之前 本月9号 俄总统普京签署法律文件 批准了该条约 条约将在双方交换批准文件后生效 就在11号当天 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再次表示 韩方有必要向乌克兰派遣观察团 密切关注朝鲜派兵情况 此前 韩国方面称 一万多名朝军士兵已被派置俄罗斯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员 已移至库尔斯克等前线 对此俄朝军未证实 近来 俄朝两国关系日益深化 今年6月19号 普京访问朝鲜 与金正恩在平壤签署 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7月 俄副防长克里沃鲁齐科 率领军事代表团访朝 受到金正恩接见 9月 俄联邦安全会议灭书 前防长邵一谷 到访平壤 与金正恩会晤 本月初 朝鲜外务相崔善基 年内第三次访俄 与俄外长拉夫罗夫 举行战略措斩 我们看到普京和金正恩 是先后批准了 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生效之后 对于当前的俄乌冲突 以及半岛局势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主要是两个影响 一就是强化了 反威慑的这种博弈 我们都知道美日韩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美日韩加强合作 就要加强对朝鲜的威慑 然后俄罗斯和朝鲜签署 这样的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协定以后 其实等于是两个国家 站在同一条军事战线上 来反威慑美日韩 因此在整个半岛就就形成了一个威慑 对威慑在强化 在升级的这么一个影响 第二就是说 朝鲜全面战略股 伙伴关系协定 我们不仅仅看它第四条 它所有的领域 从政治外交 经济文化 乃至军事 它全面合作 那么这样的话 就等于把朝俄关系 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具体影响 就是既有这个 有利于朝鲜跟俄罗斯 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那个一面 也有什么呢 韩国 日本 美国 特别是韩国 特别忌惮的一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俄罗斯的强项 是卫星和导弹 尤其是导弹材料 还有核武器小型化 而这三块恰恰是朝鲜 目前发展核俄制的短板 所以美日韩就密切关注 就当朝俄走近的时候 一方面对于朝鲜和俄罗斯的经济 他们合作呢 会有好的这种正面的效应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也担心呢 由于这种全面战胜伙伙伴关系 使得朝俄在这个 美日韩最忌惮的这个 导弹 核武器 包括卫星上 会有什么新的动作 那么只要有新的动作 美日韩还会再采取新的措施 所以说呢 双方是在遏制 反遏制轮番升级 那么这个强硬 对强硬也在轮番升级 就造成这么一个影响 朝俄走近 我们看到呢 韩国呢 也是加强了和乌克兰的 这样一个合作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计划呢 韩国计划向乌克兰派遣这个观察团 而且呢 还放言不排除 向乌克兰要提供这个武器的支援 那么韩国和乌克兰加强合作 那么韩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第一方面的目的 就是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 乌克兰现在它最需要的 就是坦克呀 火炮啊 这样特别是弹药 因此它因为人力的资源匮乏 所以依靠火力来解决 它的这种战场上的 兵力上的这个不足 因此韩国自己的军工企业 实际上它的产业链是比较完善的 提供给乌克兰一些必须的 类似于像装甲呀 还有火炮这样的东西 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 这一点它可以保持 它跟西方的援助乌克兰政策 这种一致性 这是出于韩国自身的利益考虑 第二个就是向俄罗斯方面 来施加相应的压力 因为俄罗斯跟朝鲜的 这种紧密的安全关系 或者政治上的战略关系 对于韩国来讲 它视为一种威胁 那么它通过支持乌克兰 实际上就是间接地 向俄罗斯施加了某种压力 如果说俄罗斯和朝鲜 紧密地构成这种联系的时候 那么乌克兰就可以从韩国这地方 得到更多的武器弹药的援助 因此这两者之间 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 另外近期呢 俄军的一个动向 也引起了美日等国的极大的关注 那么在11号和12号两天 俄军的舰艇编队 分别是穿越了亚洲和欧洲 两个重要的海峡 相关情况 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11号报道 四艘俄海军舰艇 当天上午通过 位于日本北海道 和俄罗斯萨哈林岛之间的 中古海峡 日本海上自卫队 出动P3C反潜巡逻机 对俄军舰艇进行了全程监视 这一方称在这些舰艇中 发现了最新的亚森级攻击型舰艇 另据俄罗斯北方舰队12号发布的消息称 该舰队 哥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在通过位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 英吉利海峡时 进行了防空反潜舰载直升机救援 以及在行驶中避开危险目标的演练 此外 该舰还进行了反恐演习 演练了应对非常规目标的行动 包括对抗假想敌无人铁和无人机等 塔斯社称 这是哥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自2023年12月服役以来的首次远航 同一天 俄空天军两架图22M3远程战略轰炸机 在黑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 时长约为5小时 另有两架图95MS远程战略轰炸机 完成了在巴伦之海中立水域上空例行飞行任务 巡航飞行时长超过4个小时 在当前的形势下 俄军的舰艇编队在两天时间里 分别穿越了亚洲和欧洲两个重要的海峡 这是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呢 战略信号 战略信号的内容就是俄罗斯准备两线作战 你看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美国一样 是唯二的拥有三机核投掷能力的国家 就是陆机 空机 海机 那么现在呢就是它通过这个派遣舰艇 包括这个飞机就是那个战略轰炸机 那么穿越这个地方呢 就已经跟以前的这个动作形成一个配套 就是我不仅在陆地进行了这个核导弹部队的这种演练 实际上我也在这个海机和空机方面在进行这个努力 当然了这个通过它不是演练 可是有一套它就是释放一个战略信号 我准备在三机的这个维度上在两个方向上可以打两线作战的战争 尤其是这次在这个东边这个方向 就是穿过这个日本的这个北海道的这个北部的这个海峡的时候呢 它专门把最新型的这个潜艇弄出来了 这个潜艇呢亚森级应该讲俄罗斯说这是我最先进的潜艇 大概其应该跟那个美国的福西尼亚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多功能核这个核攻击潜艇 但是从一些技术指标好像比那个福西尼亚更强一些 比如说福西尼亚它的这个潜水载水量在8600吨 而这个是13500吨 那么而从人员讲呢 就是它俩配的武器都是一应俱全 但是从人员呢是福西尼亚125人 你本来比它小你125人 它只有86人 那么貌似它的这个我没有技术细节 但至少可以说呢它的自动化系统很高 所以它把最先进的这种核攻击多功能作战的这种潜艇派出来 还专门让日本看一下 其实这个信号呢就不光是战略信号 一种实际上的战术信号释放了 就是说我随时准备呢 遂行各种作战任务 因此这样的一个信号本身呢是在当前形势下 那么俄罗斯在这个东西两线军事压力 安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呢 向西方向美国释放的信号 那还有一点时间呢 王老师在您看来啊 俄军呢在多个方向呢 进行这样的一个海空的演练 它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和部署 就是表明俄罗斯它通过海基的力量 可以对西方包括美国 以及美蒙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正像刚才杨先生所讲的 它的这艘亚生级的这个核潜艇 经过这个北海道北部这个海峡的时候 它专门它就让日本看见 而且日本是第一次看见 日本第一次看见应该它的感受是最深的 这艘这个潜艇上的告示导弹 可以打击日本的重要的战略目标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 就美日韩在武自由之阵 俄潮关系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 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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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